我覺得現在台灣的政府感覺對這種事情 也是比較冷處理 他可能就是也不想去激怒他 不想去刺激他 畢竟兩岸關係是在全球政治的關係中 是非常微妙的一環這樣子 你稍微做錯一步 或是講錯一句話他就會發瘋 他現在真的是就是個瘋子這樣子 今天我跟吉娃娃來 是要幫我們團隊有個活動 要來做宣傳 是什麼活動 說故事的人影像版首播派對 我們的首播派對呢 是在10月27號的晚上7點鐘 地點是在Comedy Plus 除了我們說故事人的三位導演之外 還有一位神秘嘉賓會來 另外呢我還找了凱莉跟鍾翰來 要趕快來買喔 我很希望大家一起來跟我們聊聊天 喝點小酒這樣子 我們的首播派對現在還剩下一點點票喔 所以大家趕快去買喔 那詳細請看下面的資訊來 大家好我是貝肥 我是吉娃娃 歡迎收看肥夷所知 今天我們阿姨想知道 請到的是一位台商 他是李孟居 然後這個名字我想很多人都聽過了 因為他為什麼很有名呢 因為他就是去中國做生意 結果在出 從深圳要出到香港的時候 他就被抓了 然後這一抓呢 就四年沒得回來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想要請李孟居來跟我們談一談喔 那主要是因為 欸我真的 我真的 很怕被抓 很長 長期以來已經有一個念想 就是我真的很想去看香港那個新的美術館 就是M家這樣子 可是我真的不敢去耶 我不知道會不會被抓 然後我就不知道標準在哪裡 然後我每次這樣講的時候 我又覺得 人家可能會笑我 就說 你大頭正啊 自以為自己很紅啊 人家中國大陸 人家中國政府才不一樣 才看不上你呢 你什麼東西啊 我一方面又這樣想 可是另一方面說 不要 這個不小心 真的被抓起來這樣子 那 我就想說 好那找個過來人 來談一談好了 就是說 到底有沒有什麼 一個規則 或是蛛絲馬跡 我們可以判斷 我到底 會不會被中國抓 這件事情 好 那這個吉娃娃 你沒有過這種疑問嗎 就是我可不可以去 先不要講中國好了 香港這樣子 有沒有想過 有 其實因為我之前大學有去 香港短暫交換過一個學期 他們的同學剛好在做一個 關於六四的報道 這樣 然後 那時候就是請我們港中澳台的一些同學 去看了六四的紀錄片 然後發表我們的觀點 然後後來他們在審稿的時候就問我說 那你這個可不可以播啊 可不可以就是用你真實的名字 然後你的臉這樣 然後我後來就有點疑慮 我就諮詢了我台灣這邊學校的老師 老師就說 你至少要叫他們畫名 你幫你變音不要露臉吧 不然這樣很危險什麼的 然後 你是老師也太保守了吧 不是 因為那時候已經開始反送中 我覺得老師可能是因為反送中 所以就覺得 你不是在吃新聞系的嗎 你不是恐怖文系的嗎 對 我那時候內心很糾結 我想說 我是一個記者 我怎麼可以怕這種事情 但any我後來還是問了說有沒有機會是 譬如說匿名或話音這樣子 我重點就在這裡 就是你怎麼知道你做了什麼 或說了什麼 會不會踩到紅線 誰知道 所以後來我們還是想說就找 還是找李孟駿來談一談 就看看他的經驗是怎麼樣一回事 李孟駿的簡介你介紹一下好了 好 那其實李孟駿他就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台商 他以前在台灣的工作是一個賣望遠鏡的公司 他是裡面的一個經理還是業務的角色這樣子 所以他其實很常來往中國去跟一些廠商 採購一些材料什麼的 那當時 所以是沒有什麼政治色彩 對 他其實並沒有什麼政治色彩 雖然說我們可能當商人 可能多少會跟一些政商民流有往來 但他其實基本上也沒有說什麼入黨啊 或是有參加一些什麼政治活動什麼 所以他就真的是一個平凡人 然後就被中國抓了 然後當時是判他兩年的就是你要入獄服刑 然後後面兩年是剝奪政治權利 就是他不能出境中國 對 所以他那時候 中國政府指控他的罪名是 涉嫌為境外刺探 還有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 因為我覺得他這個關鍵就是 因為他那時候在深圳旅館有拍到了 無盡集結的照片 就這樣 然後他的四年就這樣沒了 嗯 對 然後我們待會會請李孟駿把這個整個事件的經過 跟大家講一下這樣子 那我也很好奇就是 過了律世有沒有用啊 因為真的就是被抓了嘛 然後在中國被告了嘛 然後 然後 布律世有沒有用啊 然後在監獄裡面生活 是什麼樣子的啊 然後他這個台灣人的身分是會讓他 多一點好 待遇好一點還是差一點啊 啊你想問他什麼 我其實蠻好奇說他其實後面扶那兩年 剝奪政治權利 他就是不能出去中國 但他也不能住在監獄裡面 這樣講好奇怪 但就是他也沒地方住 他就只能在外面流浪 所以他那時候就其實有在中國四處旅行 他拜訪了很多人 不管是中國的一些平民百姓啊 或是他有去拜訪一些 維權人士 然後我其實還蠻想聽聽看他分享他在中國見到了什麼人 然後聽到中國他們基層對於這個政府的想法是什麼 就很想聽聽看他分享 我真的覺得中國政府的想法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那你如果覺得這個人是有問題的 你就把他關了兩年之後 是不是應該把他趕快趕出去呢 為什麼還把他鎖在中國裡面 然後讓他去跟 維權人士 有多認識了一下 不是跟堅定他 他可能沒料到他會去找維權人士 他以為他會跟 但是我真的覺得那不是更堅定他那個反中國的這個想法嗎 總而言之我們還是來聽李孟居自己怎麼說的好了 那我們先談一談 你在被中國政府關押之前本來是做什麼工作的 我在事發之前一直都是在足科的科技公司上班工作 除了在幾個兩三家網通公司待過之後 事發至時我是一家感測器公司的董事長特助 當時的這個工作的內容 你有沒有想過任何有可能是讓中國政府盯向你的原因 我那時候一直在想 奇怪我過去有沒有講錯什麼話 我回顧真的沒有 我從來不談什麼政治啊 那頂多就參加一些公民活動的社團這樣子 但是公民活動社團對台灣每一個台灣民眾來說 都是在平常不過的事情 哪個人沒有參加過一些社團的 青商會 福倫社 私職會這些都是 我聽說有可能是我們台灣有報導吧 說你曾經有譬如說資助過台灣的政界人士 譬如說好像有是不是有贊助過民進黨 或者是什麼柯文哲 民進黨很少 那柯文哲是我當時的老闆 他是柯粉 他就請我去幫柯文哲辦個演唱會什麼的 那偶爾他什麼比如說當年他們有個 遶境活動也找我過去跟他走在一起 你覺得這些都是原因嗎 你就有可能嗎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我是被隨機抓捕的這樣子 再從身上 人身上找出毛病這樣子 隨機抓捕意思就是說你就是運氣不好 剛好那時候想抓 譬如說我說我現在要抓五個台灣人 然後我就就抓了五個台灣人 就其中之一這樣子 是的沒錯 類似像這樣子 為什麼我這麼肯定 因為後來我發現我被帶到廣中看守所 隔壁關了一個七十幾歲老人家 我後來出來之後才發現這個人叫做李亨利 他也是因為香港事件被抓進去了 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當他曾經去香港見了兩個香港年輕人 然後給了他們大概 聽說是幾千塊港幣而已 就在那個時候敏感時期抓了我之後 又抓了李亨利 他一開始罪名給他是資助恐怖主義罪 後來可能覺得不妥有改成 資助危害國家安全罪 你知道天啊這件事情 他十幾歲被判十一年 天啊 而且是因為給了兩個年輕人 一幾千塊的港幣就這樣子 是的 好那你說你想不出來 就當時你其實真的 就是完全不覺得自己有可能被抓的情況之下 然後後來在2019年的8月20號 你就在深圳過關的時候 就被逮捕了 你本來要去深圳幹嘛的 我就是跟那邊的同事開會 當時我公司在深圳有個業務辦公室 那邊有幾個業務人員 我就是找他的業務經理開會 也順便拿個樣品這樣子 你跟我們講一下當時的情況好不好 當時我是手上拿著私臺 我那時候是跟同事開會嘛 也跟他拿了一些電子產品的樣品 拿在手上一箱 因為我只有兩天 48小時 然後就帶著一個背包 一個電腦包這樣子 非常輕便的行李走過海關 那突然就遇到那個海關的 他應該是邊警 非常嚴格的行李檢查 那個人長得真的有夠low 其實很差這樣子 那就開始幫我的行李 一開始是檢查我那10個電子樣品 他叫我打開 然後抽出三台一台一台檢查 沒問題又放回去 終於我要到最底層 看到有五張香港交交卡 他一批當時我做給長榮罷工空服員 上面印著愛和平包容溝通的 粉紅色小把片 他馬上就很兇的大火一聲 一秒鐘也有 這是什麼 因為聲音太大了 馬上吸引另外三個編警過來 一個看到我就說 顏色革命 另外一個看到那些粉紅色小卡片 我記得有一兩百張吧 他就說數量比較多 第三個說績笑嘛 英文就是KPI 然後我就被帶到海關旁邊的小黑屋裡面去了 然後在小房間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一開始他有兩個編譯人員報 壓到牆上 很強力的很粗暴的收身這樣子 連嘴巴都掏到兩邊這樣子 嘴巴掏兩邊 手指心去掏 這完全尊嚴殺死精神就沒有了 我只是一個差旅客 那竟然說要這樣的待遇這樣 然後接下來發生什麼事 小房間之後發生什麼事情 之後我被抓的時候是中午嘛 那晚上的時候 很誇張的事情發生 竟然來了四五個便衣人員這樣子 然後就拿著那兩份小卡片問我 這是什麼意思 我說這沒什麼問題 第一張是香港加油 這是我出發前有一個 博方文創公司的蔡建朗先生夫婦 他們授權給我的 所以我做了那幾張小卡片 香港看起來是香港90度便加油 我想很多人 非常多人都看過那個文創字體 愛和平包容溝通 那是做給空服員的 對我都不知道怎麼回事 但他們就是不相信 後來竟然把我帶到海關 上了一台鄉行車 帶出海關上一台鄉行車 把我載到離海關大概十分鐘 一個小旅館的房間裡面 後來我才知道這個 他們這個制度叫指定場所監視居住 RSDL 這個制度最常在不經過任何法律程序的情況下 可以合法把人拘禁六個月 最常還可以請檢察院再多一個月 就是七個月 好 然後就幫你 那就是關起來 那個基本上 然後那個環境是怎麼樣的 那六七個月 我運氣 我那個環境算比較好的 中國的RSDL的設施有分兩種 一個是就把人帶到旅館的小房間 第二個他們有一個專門的監視居住室 那個就是算是官方的秘密單位 那個是非常簡陋的 我聽過裡面的人跟我描述 裡面大概兩三瓶大小 超級小的 兩三瓶還包含一張床 然後位於的設備設施這樣子 那這種設施 我說他是24小時都有三個人盯著我 比較小的地方大概兩個人盯著他 還坐到 因為空間太小了 他們坐在牆上盯著他 你是說跟你在一個同一個空間裡面 就是那個小小的那個牢房裡面 他就派三個人 三個人對 我算待遇比較好 他是在一個旅館的房間裡面 這三個人是24小時都在裡面嗎 一天三班 一天三班 所以我一天可以看到九個不同的人 這個成本真的太高了吧 我知道他們維穩經費 所以為什麼他的維穩經費 比軍費還高 一年至少兩千億美金起跳 就是大部分就是花在這些人力上面的 他們會不會跟你講話 大部分時間不跟我講 除非我一直說不了 我想跟他講話 偶爾才會有人回應 基本上他們是不能跟我講話 他們有規定不能跟我 我們當事人講話 能講話的時間就是 他們有兩個國安人員 不定期的會來跟我審訊 就是做一些審訊工作 也做筆錄 審訊的內容 從我小時候長大的軌跡 念書求學到最後 到國外留學還有工作這些等等 還有參加過的社團 他們都巨細迷的在問 我後來回想 他那個就是要把 沒罪路人辦成有罪的一個程序這樣 他會在你的手機裡面 還有你講的話裡面挑毛病 你那一天24小時裡面 永遠都有三個人 坐在同一個房間裡面 然後你們就不講話 然後 是的 在幹嘛呢 所以就很痛苦啊 我最後真的沒事幹 我說每天擦地板 拜託拜託你給我一條布 我想擦地板 那時候我們沒辦法每天掃地 擦地這樣 連天花板 最後連天花板都擦了 床底下也擦了好多遍 就這樣子 就早點試做這樣子 然後也不跟你跟外界聯繫 我想也沒有WiFi 完全不能 連看電視看報紙看書都不行了 講話都不行了 那窗簾都是拉上的 我有時候想看看陽光 去碰一下窗簾馬上就被罵了 好 那這個是這個你說RSDL的階段嗎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我記得我是2019年10月31號 他們把我從那個小房間帶出去 意思就是說我的罪名已經成立了 檢察院已經正式批捕我了 所以他要把我送進看守所 那他們一直跟我強調看守所的環境還不錯啊 當然這是騙我的啊 看守所就跟牢一樣的更慘的這樣子 只是好一點的是我會有一個或兩個室友 至少有人可以講話了 然後每天晚上7點他會給我們看中國央視的新聞聯播 我們對外界消息唯一來源就是中國央視的新聞聯播了 在看守所的階段那個是在審判等審判嗎還是 對等檢察院起訴等開庭等審判 OK好 那那個房間那個環境也跟我們描述一下 多大 對我那個房間大概七八坪 但是我後來了解到也跟一些中國公民 有類似遭遇的中國公民聊天 我那個算是待遇比較好的看守所的 一般中國公民可能房間比我那個大 但是裡面塞滿了二十 從二十幾個人起跳到四五十個人都有 那個環境是相當相當惡劣的 那你的情況就是說差不多七八坪 但是有三個人 對就是兩個人或三個人 兩個人或三個人 他有時候會掉艙這樣子 會換房間這樣子 OK好 那在這邊待了多久 我大概整整待了一年五個月 十月三十一號到 看守所待了一年五個月 對對應該沒記錯 應該是一年四個月一年五個月左右 這樣子 我是到2021年1月15號才開庭判決 那三月份把我弄到監獄 弄到監獄其實是我自己 判決判多久 最後是判一年十個月 那剝奪政治權利兩年 他判了一年十個月 對 好 那你前面在看守所那些住的 能不能算進去 指定常有監獄居住 那個兩天只能算一天 看守所一天可以算一天 OK好 所以你還欠他們多少 到這個階段 就是整個週期我大概做了一年十一個月多月 一年十一個月 好 那所以後來從這個看守所又到了真正的監獄 對 到真正的監獄那邊住幾個月 我記得大概四五個月左右 那一個監獄裡面有十六個人 那上下鋪嘛 那總共有八個床上下鋪 總共十六個人這樣子 那隔壁也會有其他監獄一整排 我記得一排好像六間這樣子 一間十六個人 一間十六個人 然後那空間大概多大 空間大概像我這個空間的一倍大小 對 其實這是我自己要求律師 本來他們想在看守所裡面 把我關到刑滿就釋放 是我自己要求 我想做人權田野調查要求律師 等於是幫我安排一下到監獄這樣子 他本來是說在看守所 所以這個是可以商量的 就是說在看守所住完也是可以 本來他們打算就是 也不把我移間了 就是直接在看守所到刑滿為止這樣子 因為後來我才了解我的事情 其實是他們抓來就是要做宣傳用人 他說他們想鎮壓香港事件 外界有很多人聲援 他為了鎮壓外面一些 他們所謂的境外勢力 所以才抓了我一個這樣的典型 包含禮恨禮也是這樣子 好 那在監獄裡面 你都可以做什麼 基本上我們是每天六點多起床 被一個廣播聲音吵醒 他會讓你聽一小時的廣播 有些中國大陸的新聞審查很嚴格 但對我們來說 至少我們可以稍微知道 外面發生什麼事情這樣子 然後一小時之後 他就會讓我們吃早餐 就吃吃早餐 吃什麼 吃得好不好 活食怎麼樣 粥啊 至少有一碗粥一個蛋 大概每天都很固定是這個樣子 偶爾有節假日會跟你吃饅頭肉包 什麼的這一種 但都是很簡 那個吃的都很不好這樣子 吃的很不好 是很不好 ok好 然後呢 然後幹嘛 就吃完早餐之後呢 吃完早餐之後 他會讓你有一個小時的禁思時間 就是一直就是要你反省 坐在床頭禁思 那禁思完之後 他可以放風 他那個監視旁邊會有個很小的區域 那至少可以看到天空 我那個地方剛好他是航線 因為旁邊不遠處就是白雲機場 可以看到飛機起降的樣子 就飛機飛過去的樣子 這個至少是一個心裡的慰藉啦 至少我可以看到陽光了 接下來就是吃中飯 對那有一小時也是自由活動時間 那接下來到12點就吃中飯 那也可以五歲一個小時 那下午又巡迴起來 生活是非常非常單調 那每天就跟室友在討論 到底怎麼回事 為什麼會進來 那大家都搞不清楚自己 搞不清楚 沒有OK 大家都搞不清楚 所以一直在討論 可能是政治問題吧 但政治管有什麼事情啊 我是在出差一天啊 我雖然是有去 那時候反送中我雖然有去一下 但是我就是路人啊 湊個熱鬧拍個照就這樣子 在獄中的時候 我知道李明哲好像有被強迫勞動 你有沒有同樣的狀況 我也有強迫勞動 其實每個監獄就是一個大的工廠這樣子 裡面生產的產品 你想得到也想不到 琳琅滿目 像我待的那個監獄 他有三層 第一層他做的是滑鼠和那個鍵盤 第二層做的是被動元件 我剛好在這個產業界也做過幾年這樣子 被動元件的電感啊 那個Transformer啊 變壓器啊 就繞線做了 第三層就是我待的 他做的是網路線和開關這樣子 你就知道為什麼紅色工業線 這沒有競爭力了 所以你就去幫他們做那個 有點像工廠作業員這樣子 我知道他們後來那時候把你拘捕 主要原因是說你有拍到那個 武警集結 就是香港的時候那個 武警集結的照片嘛 跟我們講一下 這件事情是怎麼回事 這件事是這樣子 就是我在指定場所監視居住的時候 他們一直想灌一些罪名給我 我還是聽我律師說我來知道 一開始他們想用這兩份卡片 定我一個罪名叫做 煽動分裂國土罪 那我看那個卡片 上面就是有那什麼 中國大陸嘛 那台灣和香港標準黃色的 我看一下好像真的有點像這樣子 回想一下啦 可是不對啊 我就那個時候我是請一個 在外面的美工 跟我長期合作美工 把我授權的香港交交四個字 他自己設計成一個香港交交卡 他可能是在網路上抓的吧 我出來之後才知道 這張圖片是當時蔡英文總統 在臉書上貼的圖片這樣子 他們好像也有提到一下啦 比較糟糕的是 我是一個生意人 我根本沒有一個政治敏感意識這樣子 沒有一些敏感詞的審查機制 所以這件事就這麼陰錯陽差 後來是這樣 這個煽動分裂國土罪 他辦不下去 那辦不下去的原因 可能是被檢察院推薦 後來他們又換一個罪名 叫做煽動顛覆國家罪 這更扯了 這怎麼顛覆國家 結果是他們又辦不下去 後來就找我手機的麻煩裡面 他看到照片這樣子 最後一直挖 我想他所有照片 他幾乎都看了一遍 最後找到我在 當時我在深圳灣旅館 房間和餐體裡面拍到的 當時武警集結的照片 當時還是世界頭條新聞 我只承認 我就是因為看到世界頭條新聞 才去住這家旅館的 我平常是住另外一家旅館 那很不巧剛好當天 剛好滿了 我就腦袋也想了 乾脆我就去看看那個熱鬧 這樣子就住了那間旅館 我哪也知道8月20號早上 我就很正常 就是一般旅客去餐廳 旅館餐廳吃早餐 我吃早餐吃到一半 才發現旁邊的落地艙 有一些是跟世界頭條新聞 一模一樣的無警的車輛 就拿手機出來拍就這樣子 我就是一個好奇的路人 我還拍了一張食物的遺照 這張遺照食物的照片 就變成我的鐵證 我證實我的照片 就是在旅館裡面的餐廳拍的 就把我定罪 那個罪名叫做境外試探 非法提供國家祕密罪 那你有沒有顧律師幫你辯護呢 有的對 但是我律師在我記得是 我事發被捕的第四 快五個月的時候 我才第一次見到我的律師 那時候他 可是你馬上就 你應該是一出事的時候 就馬上找律師了吧 還是沒有 一開始我就一直要求拜託你讓我跟家人 就是通知我家人 請律師他們都不同意這樣子 對一直到第五個月 後來是我家人幫我請的 因為我沒辦法跟外界溝通 我完全沒有辦法請律師 都是我家人安排的這樣子 好來然後請了這個律師 你覺得有沒有用 沒用我後來才搞清楚 中國有十幾萬的律師隊伍 那律師分成人權律師和一般的律師 還有一般律師還有官派律師這樣子 我後來發現我家人請的律師 那家律師樓是有名的官派律師樓 那就是官方配合 對 非常配合 他一開始就叫我要認罪認罰 我一開始我也不同意 因為我的律友 其實他這件事很諷刺 我第一任律友他是 一個監獄的典獄長 他就叫我 要做無罪辯護 他也知道我的事情很扯這樣子 你會把一個典獄長 關在牢裡面跟你變成律友 我後來發現 可能是外界有些聲援吧 所以他們跟我安排的環境 比一般中國公民好一些 包括律友他也挑選過 他是研究生 我進來監獄才發現 一般公民 一般中國公民都是小學 初中畢業居多 所以他一開始 安排一個典獄長是研究生 肯定是有特別安排過的這樣 那你在獄中的情況 你覺得 你跟我們描述一下好不好 當時你的心情怎麼樣 當然很沮喪啊 因為我覺得我只是 出差一兩天 莫名其妙要出這種事情 我真的從頭到尾都不知道 到底怎麼回事 把我一抓進那個看守所 我一看到那個典獄長 全都是光頭 馬上就心情很沮喪 開始撞牆 頭部撞牆 你真的撞牆啊 我真的撞了幾次 後來覺得不對啊 我還是要撐下去啊 我幹嘛撞牆 你為什麼要撞牆 你那時候想死嗎 我沒有想死啊 只是說覺得太沮喪了 太誇張了 一種反應 直接的反應這樣子 OK 那我們再來談談 在那個2020年10月的時候 央視就播了一條焦點訪談的 這個專題報導了嘛 那裡面就講說 他破獲了幾百起的台鐵 簽密案 那就播放了一段 是你被認罪的畫面 跟我們講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 被認罪的這個影片 然後很多人也會問啊 你如果無辜的話 認罪不是會變得更嚴重嗎 這件事是這樣子 因為在中國的法律制度 它有個認罪認罰的制度 只要當事人願意簽署 認罪認罰統一書 那法官就可以判檢察官 檢察官會出示一個 建議量刑 這個人的量刑 是多久到多久 像我的話 我是他建議是一年四個月 到一年十個月 這個已經算輕了 跟其他案子比起來 我的已經算輕了 那只要我認罪認罰 那法院就可以判那個 建議量刑的最低行度 就是一年四個月 但我如果不認罪認罰的話 他們說的 不認罪毀罪 不誠心誠意 那你的認罪認罰這個 就沒效了 你的建議量刑也就沒效 所以他最多可以判你五年 所以大部分的 在當事人 都會選擇要認罪認罰這樣 律師 尤其是官派律師 他也是選擇 要你認罪認罰 只有人權律師 真正人權律師 他才會跟檢察官 法官對抗 幫你做無罪辯護 但在中國人權律師 我想有在關心 大陸情勢的人 會知道 2015年有個709律師大抓捕 基本上把人權律師都抓得差不多了 都破壞得差不多了 OK 好 那所以說 那個被認罪的這個稿子 是他們寫給你 還是你的律師寫給你 你意思是說 你要說 你要表示你有夠誠意嗎 你在認罪對不對 基本上是 這樣你的情況 你就是說謊啊 你就是得要說謊不是嗎 其實他那個時候 沒有跟我寫稿子 他是一開始 我那天就發現不對勁了 因為他跟我提審嘛 提審其實是很平常的事 那天多了一個電視攝影機 我馬上就 心裡就聯想到 好像要被電視認罪了 他每天給我看央視 我也看到好幾支 電視認罪的畫面這樣 一開始錄的時候是兩個 他們說是北京國安 北京國安局派來的人這樣子 一開始就很用力的拍一個桌子 要配合他們這樣子 那就是要配合 要講出我當時去經過香港 或者在旅館 怎麼拍照一個過程這樣子 聽到他們不滿意 他都一直拍桌子 那中間還有出源恐嚇說 如果你不配合我們講的話 再靠你一個台獨的罪名 是很輕而易舉的事情 你不誠心誠意認罪毀罪的話 你這個認罪認罰的效率就會喪失 也就是說他可以再判我更重這樣子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有時候有些話只能配合他們 然後這個過程大概 他叫我們大概錄了八九次 他們最後才滿意這樣子 好 那基本上就是要講到他滿意 就是那個認罪的影片 基本上就是講到他滿意這樣 不滿意他就拍桌子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中共的認知作戰問題 我出來才知道 我當時被他們黨媒官媒鋪天蓋地抹黑 所以我是台灣間諜 仿中亂港 我嚇都嚇死了 我覺得我就是這個差旅客 我是去看看熱鬧沒錯 但我從頭到尾還是一個差旅客 對啊 那本來那個行期是到2021年的7月24號 那因為又加了一個兩年的附加刑 叫做剝奪政治權利 那這就表示說你服刑期間不得離開中國 那我聽說你又用這兩年 就在中國裡面到處旅遊 這樣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這兩年裡面看到什麼 這件事是這樣 我出來之後 其實我想要找一些人幫忙 因為還有兩年時間 我的媽呀這樣 我剛好認識一個北京國安局的人員 我在打給他求助 一開始他還不敢接我電話 他肯定知道我的事情 後來過沒多久 他就用釘釘加密軟體 他要我下載釘釘 他就用釘釘打給我這樣子 他一開始跟我說 那個你就配合我們 規劃中國國籍 我的媽呀 天啊怎麼會這種事情 然後解封信譴責參與 不行啦 規劃中國國籍以後現在被抓的話 是住那個一般的 他的監獄更可怕 來繼續 然後他寫一封信 要譴責蔡英文 我的媽呀 然後他說 只我這樣做的話 你就會上微博熱搜第一名 那我們就會給你一個很好的工作 意思就是薪水非常非常好 我說開始麻辣髒話 反正這個 這一段溝通結束之後 我就通定失通 我也不想找工作 我發現我還有一些存款 就開始旅行了這樣 我在初始之前 本來就是一個 喜歡旅遊攝影的人這樣 我也去過40幾個國家 那我就乾脆在中國 各地旅行好了 那個時候 雖然碰到疫情 那到我這個月 7月24號 從北京出境到東京 我也算了一下 我總共走了 105個城市 在中國裡面這樣子 那有沒有什麼比較印象深刻的事情 這件事是這樣 因為一方面我也想找尋我這件事的答案 老師我在那兩年完全不知道到底怎麼回事 一方面想找這個答案 一方面我想就是在那個地方 那樣的環境有點被孤立的感覺 我想去就是等於是把那個孤獨感給消除 就用靠旅行的方式 所以一邊旅行 一邊去拜訪當地的民主維權人士 當然也交了很多一般的中國朋友 那我覺得中國人這個群體 雖然他是被壓迫的 但絕大部分的中國人都是很善良 那種純樸可愛的這樣子 這兩年也有很多很多的中國公民 知道我的事情 主動伸出援手 所以我真的很感謝他們這樣子 嗯好 那你跟我們談談 你說你有見到一些維權人士嗎 然後講一下 就認識了誰啊 然後發生了什麼事 這部分因為大家都還在牆內 有些我可以公開 有些還要保留一下 那我想講的是最近的這樣 我見了一位那個北京的民主雕塑家 民主藝術家 他叫嚴正學 這個人他在1994年的時候 因為他中共那個時候 從從見證開始 就是一直限縮人民的創作和言論自由 他們的創作一直是被打壓的 所以他帶頭想去爭取一些創作的自由 然後就被被牢教 被抓去牢教了 我去過他家小區 他還是一直長期被國保一些騷擾 或者是電子監控 我去他家小區算了一下 至少五六十台監視器 五六十台啊 都壞了他一個人啊 對應該是這樣 我不知道小區有沒有其他人 但我聯想就是可能是盯燒他的這樣子 那為什麼要講他 因為他在8月7號 今年是2023年的8月7號 他突然因為腦異血腦梗 肺部有一些感染被疾病送醫 那前天我得到的消息是 可能醫生已經宣布 跟家人說你可以準備後事了 所以我特別把事情講出來 也是要希望他能夠度過這段人生最危險的時期 要向一位民主藝術家致敬 他們他這一生中 我想他現在躺在病床上 呐喊的就是希望中國人民 將來也會有一些創作自由 我知道你這段在這段期間裡面 還有跟著他們那個民眾一起去上訪 是的 對跟我們大家講一下好不好 這個上訪的經歷這樣子 上訪的民眾組成分子很多都是因為拆遷 沒有得到合理的補助 甚至有很大部分一毛錢都沒拿到 有些上訪民眾他連續上訪了十幾年 一點用都沒有 那最慘的 還有一些很悲慘的例子 比如說我看到這個人已經沒辦法上訪了 他因為上訪多年都沒有用 他最後就選擇自焚 二三級 都說最後是二三級的灼傷這樣子 沒想到被送到一月二三級的灼傷就算了 還被當局因為他上訪這個理由 判了他七年半 天啊這什麼世界真的 然後還關起來這樣子 是的 李明哲一樣是被判這個 剝奪政治權利兩年 可是喜滿喜滿就施放回台了 你為什麼還要另外再兩年限制在中國 他認為台灣就是中國一部分 那台灣公民也是屬於也是中國公民 所以他可以用剝奪政治權利這一條來限制我 就所有的外國公民都是喜滿就放出去 不會被滯留這樣子 但他就是要自我一個 那個台灣身份的豆腐的認同這樣子 另外一個就是我覺得 國安單位肯定也知道我這個是冤假錯案 他用這故意兩年的時間 把我限制在裡面就是讓我無法發言 無法發聲 以李明哲的說法來說 高調跟高調和低調救援的差別這樣子 OK 我也符合他這個說法這樣子 那我家人一直都很低調 其實我那段時間我很希望 外面有人聲援我 不過也還好啦 其實我在外面也已經是恢復自由的情況了 所以我還是可以治理自己的生活 那段時間其實我個人是必須要低調 如果我在高調 比如說接受記者採訪或自己出來講話 他們很有可能再找一些理由把我抓進去 這是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你現在結論是你覺得應該要 如果說有人被抓的話 有親人被抓的話 你覺得應該要高調還是低調 我覺得分兩三個不同階段 因為中共的法律是在37天 有時候監視居住的第37天內 都可以把人無垂施放 我認為37天內要低調 過了37天確定這個人沒有辦法 他們不會放這個人 你就要高調起來這樣子 而且高調的聲量是越大越好 我在被監視居住第9天的時候 那時候是有兩個國安在審我 其中審了一半的時候 有一個國安 突然表情非常非常的驚慌失座 在看手機 看完手機就給旁邊那個人看 然後就跑出去打電話了 我馬上聯想到 是我的事情曝光了這樣子 就出來之後證實了這一點 我大概就是那個時間點 可能事情就被曝光 那有些人出來聲援我這樣子 那過了 從此之後 他們對我態度就比較好一點 我有一點高血壓 他們每天還會關注我的血壓狀況 給我吃高血壓的藥 然後我記得這72天 還吃了三四佛跳牆 對 吃的東西也都還可以這樣子 我想一般中國的當事人 可能沒有這麼好的待遇吧 所以他們也是怕把事情鬧大的 他們其實很怕外面的聲援力道 因為跟你講那個為什麼RSTL 他是在黑箱下進行的 在黑箱做壞事 為什麼要在黑箱 他們怕見陽光 他做這事情被外界知道 尤其是變成國際事件 現在我覺得大家最多的疑問 就是說尤其是這個 就是反間諜法就公布了以後 包括我自己在內 我都在想說 我到底能不能去中國啊 文化人 媒體人 法律人都是危險族群 包括我只是生意人 只不過湊個熱鬧都出事了 所以你覺得是危險族群 對這件事是這樣子 你覺得我很危險 不應該去的意思 我前陣子在日本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也拜訪了幾位東京大學的教授 日本的基本上學界人士 學術界人士 基本上都不太敢去了這樣子 譬如說我們 我常常去說 我去會不會被抓啊 可是我有中國的朋友 就會跟我講說你誰啊 你會把自己想的太偉大了 因為他主要是在他定的法律 非常的模糊 界定不清 沒有出國的事的人 會覺得我在中國還是很安全 又沒事也沒有人來騷擾我 這個我覺得這是個比例的問題 他有的時候 像地方的執法 執法人員就是地方的國安 公安 國保 這個東西風險最大是 他們對這個法量 法律他們有裁決權 他自己可以解釋 抓的人他只有抓1% 99%是安全的 是他不會動他的 但是就是有風險啊 誰知道你什麼時候 會變成那1% 甚至現在有可能是變10% 我聽過有個說法 就是說你就去辦簽證看看 尤其像我嘛 文有美國籍這樣子 我就去辦個簽證看看 他如果真的覺得說 你這個已經在黑名單上面了 他就說你不准去 那你就知道你就不該去 你覺得這個方法有用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至少有個 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嗎 如果他辦給你 比如說複查嘛 複查他就是 他肯定也是可以進去的 就一進去 兩三天就被抓走了 所以還是會有風險的 還是一樣這樣子 所以這個東西可怕是 你不知道恐懼是來自於物質 你根本不知道會不會有問題 這樣 我想絕大部分人 他還是安全的 只要你在他的框架上面 你不要去做一些敏感的事情 不要去 比如說去湊熱鬧 敏感的政治事件去湊熱鬧什麼的 或者是你平常有些言論 那他基本上也不一定會動得到你 這樣子 可是你真的不知道 你什麼時候不小心說錯了一句話 或者是不小心在那邊拍了個照片 他就把你當成追證 你真的不知道 那你覺得現在台商在中國做生意 你覺得還安全嗎 還能去嗎 這幾年以現實狀況來說 因為美國也在帶頭decovering decovering後來可能是發現這個時間 不可能馬上就會做大的 就變成de-risking 但一個大趨勢已經出來 不管是台商外資都慢慢把工廠移出來 就去紅色供應鏈化了 然後有移到越南的 有移到印度的 像上個禮拜拜登不是去印度 跟他簽了一個 好像是我忘了什麼名字 就合作夥伴關係的條約 那大概就是 我覺得他方向就是decovering 那現在在中國的 不管是台商換外資都面臨 比過去20年來 最大的風險的時刻這樣 一方面是安全問題 一方面就是美國主導 我感覺已經是在冷戰 應該沒錯 雖然嘴巴不會這樣講 但實際上就是有冷戰的味道了 要脫鉤這樣子 那生意上面在中國做的產品 到美國去關稅也會 比在越南做高很多 做生意就是機會和風險嘛 像是風險比機會大很多這樣子 然後尤其人身安全 大家一定要小心 過去沒有發生過 不代表以後就不會發生 那這整個過程裡面 你覺得台灣政府 有幫過你任何忙嗎 台灣政府當然也有高調 也有曾經幫我的事情 說過很多話 我很感謝台灣政府 但是因為兩岸特殊的關係 他就是不把台灣 當成一個國家的政府看 所以我們台灣的當事人 跟其他外國當事人來說 待遇會有點差別 就台灣政府基本上沒辦法做什麼 那沒辦法 我完全體諒政府 這樣子 可是這個跟哪個政黨執政 你覺得有關係嗎 我想沒有太大關係 就算是藍營的人士也是一樣的 比如說我接到 上半年接到幾個求助 我後來問了當事人 問了他家人 當事人的狀況 我發現幾乎都是親中的 甚至紅到不得了 那一種共產黨有多好那種人 你會覺得台灣民眾普遍 對於中國的認知 你會不會覺得太天真 是的 從中國自從鄧小平時代 改革開放到現在 已經差不多40年左右 那當然他40年前 他改革開放起點是善意的 希望把中國 從一個很落後的一個 共產主義社會 把進步成一個 中國式社會主義的一個 經濟發達的社會 這三四十年來 以鄧小平開始到 江澤民胡錦濤時代 他做到了這樣子 我想很多台灣民眾跟我一樣 我們的天真感來自於胡錦濤時代 那個時候的確比較包容 比較開放 甚至我們到中國大陸 隨便亂講話也沒事 我甚至覺得 中國大陸社會有些地方 比台灣都還自由開放這樣子 沒想到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 換個人上台之後 這整個就變了這樣 包括反間諜法 國家安全法 一直在強調國家安全問題 國家安全還有16大項 第一大項就是政治安全 但政治安全對我們自由民主 國家的人民來說 這就是言論自由出版自由 有什麼問題 他就把他當成頭等大師來辦這樣子 包含他的 常常在公開講和 針對他的黨員 或者是民眾講 鬥爭 勇於鬥爭敢於鬥爭 不畏接難鬥爭到底 我後來分析回想一下 這些不就是 紅衛兵說的事情吧 所以現在中國的風險來自於 他就是共產黨這樣子 我們過去因為改革開放 我們認為中國就是中國嘛 中國人就中國人嘛 但沒有想到 這件事情鄧好平在改革開放起點 他曾經去南巡 他跟著旁邊的水戶說 左我們不要再左了 我們千萬不要再左回去了 現在問題就是出在 他怎麼又走回去了 但是我們沒有注意到 這個才是共產黨的本質 他本來就是鬥爭 本來就是左嘛這樣子 所以這一點我們太天真了 我只要不談政治的東西 我跟中國交往一定不會有問題 很難說 比如說我接到一些求助的案子 有些是經濟類的 以前可以做的事情 為什麼現在不能做 我無法理解這樣子 經濟類是指什麼 比如說傳銷 有人在裡面做的傳銷 拉了兩個下限 違法基因罪判五年 或者是以前賣一些 一些癌症的疫苗 以前可以賣怎麼突然就被抓走了 賣了十年還是被抓走 那這些被捕的台商 我發現很多都是在那邊 好幾位都在那邊待很久 有待十幾年的 有超過二十年的都有這樣子 怎麼以前沒出過事 現在怎麼突然出事 他們長期在那邊生活 他們肯定知道紅線在哪裡的 所以說不一定說是你的政治取向的關係 對現在風險恐懼來自於未知 就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踩到 這個是最嚴重的地方 是的 台灣現在跟中國的關係 其實說實在也算是 跟以前來比的話 當然也是算很差的時候 很多人會把它怪在執政黨的身上 你覺得這個評論有沒有道理 最主要是中國 現在中國跟十年前的中國不一樣 如果現在中國還是十年前的中國 我覺得不會有這種局面產生 不只台灣 像日本 美國 連韓國 菲律賓跟他關係都不好 所以這不會是台灣執政黨的問題 很多人會講說 我們就軟一點 政治的東西不要提 這樣子就沒有事了 你覺得是這樣嗎 我覺得現在台灣的政府 感覺對這種事情 也是比較冷處理 他可能就是 也不想去激怒他 不想去刺激他 畢竟兩岸關係 是在全球政治的關係中 是非常微妙的一環這樣子 你稍微做錯一步 或是講錯一句話 他就會發瘋 他現在真的是一個瘋子這樣子 所以你不要去刺激他這樣子 我想美國政府 也會拉著台灣政府 去做 就是保持一個客觀理智的態度 這樣子面對這個問題 沒有人想要戰爭 包括中國大陸民眾 也沒有人想要打仗 我們不管怎麼樣 制度怎麼不同 思維怎麼不同 還是要保持和平 底線就是和平這樣子 我覺得中國以前 不是這個樣子 說實在十年前 真的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說你覺得 有沒有可能再轉回來呢 我覺得那位先生還在為一天 就是這個樣子無法改變 對 除非情勢有重大變化 因為現在大家也都知道 現在經濟越來越下行 那他對振興經濟這件事情 他沒有辦法了 他是內外交困 美國在制裁他 那未知台商企業也都加速移走 包括中國境內的很多有錢人 都加速逃亡 他沒有任何辦法 那他唯一會做一件事就是維穩 加強內控這樣子 這樣的話對他經濟來說 反而是越來越糟糕了 他現在這個中國現在經濟出了問題 最大原因就是他自己緊縮 大家不敢去了嘛 我一直到兩個月前都還在中國境內這樣子 那我發現我去了很多景點 發現都沒有外國人 包括去北京的使館區 旁邊的日潭公園 那天還是跟一個趙思樂的前夫去的 沒有外國人怎麼會這樣子 使館區 所以這件事情很嚴重 那你現在回來之後 就是你有沒有什麼計畫 我當初工作的公司 因為他是以中國市場為主要的市場 那我就覺得我要避開這一塊 我也沒有跟前老闆說我要回去這樣 那我現在是準備要創業這樣子 然後剛好NHK在拍我的紀錄片 他希望以我的眼光 來看看這台灣四年的變化 那也注意到台灣這幾年 有很多農漁產品被中國制裁 所以我想說順水推舟 我就利用這個紀錄片的曝光 我想來做一些台灣農漁產品的一些文創的 桌邊產品 或者是主要就是農漁類的食品 就直接外銷到日本 今天非常謝謝你來 那希望說你這個推廣 農漁品到日本的這個視野會成功 今天我們的Takeaway呢 我們就是來看看這是李孟居這一次的訪談 對於能不能去中國這件事情 我們得到的結論這樣子 那第一個結論就是說 你覺得檢視自己過去的行為 這件事情你覺得有沒有用 來判斷說 來判斷你有沒有踩到中國紅線這件事情有沒有用 沒用 對沒有用嘛 只是自我言論生產完全沒有 因為他們就是會抓你的小辮子 幫你定罪 不管你沒有做這件事情 他們會把你講成你有做 而且做了很嚴重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你就算你很清白 你還是會有一個莫須有的罪名 對因為重點是他要有他的KPI 對 所以說你反正被他抓到之後 你就要變成他的KPI 所以就算你本來沒有罪 也會把你弄成有罪 所以基本上檢視你過去的行為是沒有用的 那基本上我的結論就是 我以後愛講什麼就講什麼 就是我的結論 因為反正檢視也沒有用嘛 我現在很小心也沒有用啊 所以乾脆Fuck it 我愛講什麼講什麼 放飛刺 對沒錯 好第二個是 第二個結論是 你如果萬一在中國被抓了 顧了律師有沒有用 沒有 因為那個律師也是官派色彩嘛 而且包括他們的審判 其實老實說也是走個心事一個表演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你就算有律師 他也會鼓勵你就是 趕快認罪吧 然後趕快就是照他們的方式走這樣子 所以乾脆把錢省下來 對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會不會覺得很像 好消極喔 好消極 而且這樣會不會覺得很像裸奔啊 我覺得真的是真的是非常 感覺上好像非常的危險 還是還是顧下律師 ok齁 這錢還是不要省這樣子 第三個就是 你覺得如果被抓起來的話 應該要低調還是要高調 嗯 我覺得這個問題要問你 如果你今天被抓你 希望我們就是 高調救人 還是 你們每一個都可以出去高調救人 OK 你們每一個 對 你們敢給我待家你們試試看 不過李孟居這個是 還是給了一個建議啦 他就是說 他的經驗就是說 前面的時候真的要低調 先確定這個人到哪裡去了 是不是還活著 發生什麼事 先把事情搞清楚 在這個階段 的確是要低調一點 然後確定人出不來之後就要高調 嗯 然後他其實這一個做法 我其實不是只有台灣人被抓的時候 是這個樣子 我其實前兩天才聽一個podcast 講到就是 是一個中國的異議分子 他被抓了 然後他的太太出來營救他的時候 基本上策略是差不多的 剛開始也是都是非常低調的進行 等到確定人是弄不出來了 就上各個國際大媒體去揭發這個事情 因為當你在外面聲音越大的時候 他越不敢動你 他還是會有點擔心輿論跟就是 其他社會觀感或是國際社會的觀感啊 對沒錯好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台灣人在裡面的待遇好像還是比較好一點 嗯 他就怕你出事 你聽了有沒有有點驚訝 嗯其實之前那個黎明者他放回來的時候 他也是有提到說其實他們的監獄多少 還是會比一般中國民眾被抓的監獄環境啊 或者說他們的待遇都會稍微好一點啦 OK 對所以可是這件事情我還是覺得蠻驚訝的 就是這 就是中國政府的很多事情就是跟我想的都完全不一樣 嗯 邏輯上 就邏輯上就是很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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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 你現在覺得你的結論是 中國可以去嗎 我的結論是 要不要去是一個 你需要再三思考的事情 才可以下的決定 但我覺得如果以我狀況的話我覺得 如果我真的真的很想去的話 我可能會試試看 腦袋破一個洞啊 這時候幹嘛去啊 我是不是說真的 我像我現在我就覺得 我真的覺得Fuck it我就不去了 我真的不去了 那全世界美術館那麼多 我幹嘛一定要去香港 我就去別地方了 因為我真的覺得 我為什麼要去擔心這個事情 然後 然後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它就是沒有規則可循 你就不要說哪一天去的時候 你去的時候就突然 就有一個什麼什麼 你沒有辦法控制的情況 就發生了 然後我就倫理倒楣這樣子 好啦 總而言之今天李孟劇的說法 希望可以給大家一些幫助啊 就是你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希望會有幫助 那歡迎大家來留言告訴我們 你怎麼想啊 那如果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應該要 訂閱按讚分享 donate 謝謝大家